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呢 我拿大的 你认为这种获利的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挺合理啊 孟三愿意选小的 我愿意选大的 各有所需嘛 这种看似圆满的结果 是因为孟三奉行了先人后己的原则 当天下一部分人奉行这个原则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必定要吃亏 而另一部分人则要占便宜 时间一长 吃亏的人肯定不干 孟三 你说呢 嗯 是 那么下次再让你选择拿苹果 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我拿的大的 你看 他也要拿大苹果 现在你们两个人同时都想拿这个大苹果 这就产生了矛盾 我还拿这个大苹果 我们商量一个合理的补偿办法 这个大苹果在市面上的价值是四分钱 小苹果在市面的价值是两文钱 我补偿一文钱给孟三 你还拿这个小苹果 如此一来 我们两个人拿到的全都是三文钱的价值 我们之间的矛盾就可以合理的解决了 如果说拿大苹果是取 那么补偿对方一文钱 于 这其中的道理你能领悟出来了吧 哦 我明白了 师父 这个道理是平衡 说下去 在经商的过程中 或是日常生活中 如果利益双方得不到平衡 那么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如果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办法 那么最终谁的目的都达不到 于 就是合理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最好办法 通过这一办法 解决了利益各方之间的平衡 最后达到了取的目的 我说的对吗 师父 然也 你曾多次问过我 大商与小商的区别 现在这不是有了答案了吗 鱼己有利 而鱼人无利者 小商业 鱼己有利 而鱼人亦有利 大商业 还有呢 鱼人有利 鱼己无利者 非商业 损人之利 以利己之利者 奸商业 大商知道 你已经得二三了 啊 才到二三了